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官方稱中共軍方擊落日照不明飛行物 無下文因網路撬判 美氣球十多次飛越中國領空 白宮都是假的 30歲四川廣播電臺帥哥主持視於監獄 傷痕累累 中共宣傳劇狂飆警察全身外國名牌10萬元 網質疑遭刪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3日 星期一 亞洲時間星期二 請您訂閱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真相視頻推薦給大家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消息稱 中共軍方擊落日照海域不明飛行物 無下文因網路撬判 中共官方昨天12日 由地方海事發展局高調宣告 在日照海域發現不明飛行物 疑似外國間諜氣球 並警告漁民注意安全 公告報告 中共軍方決定擊落 官方通知還說 如果漁民發現不明飛行物殘艦 可以打撈 但應該拍照留作證據並上繳給官方 中國網路都有詢問下落 但消息顯示遭到進風 中國網路不少跟蹤消息以及評論 期盼該不明飛行物下文 直至今天入夜 中共官方媒體沒有再提此消息 也沒有報告下文 但與此同時 中共外交部正式譴責美國派放氣球間諜中國 並稱自2022年以來 至少有10次以上的美國氣球間諜飛進中國上空 引發全球驚訝與關注 但中共官方沒有報告關於美國間諜氣球一年以來 10多次飛進中國領空細節與證據 法廣報導 中國網路稱 中國報告的在日照發現不明飛行物消息 顯示受到控制 但中國網路上一則消息稱 日照不明飛行物已經被擊落 中共軍方正在調查飛行物組件 有網路刊文 懷疑是嘴炮 或許是自倒自演 不正經消息 美氣球十多次飛越中國領空 白宮都是假的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3日今天主持例行記者會 聲稱去年以來 美方高空偵查氣球十多次非法飛越中國領空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華森在推特發文說 有關美國政府操縱偵查氣球飛越中華人民共和國領空的任何指控 都屬虛假 並稱真正運用高空偵查氣球執行勤搜任務的是中共 據路透社報導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史托.騰伯格表示 美中最近的氣球事件 凸顯北約必須對這類事件提高警覺 30歲 四川廣播電臺帥哥主持 事於監獄 傷痕累累 11日 推特大V《豆瓣俄組日報》貼出一組視頻和圖片 稱他的朋友龐勳 是一個非常陽光帥氣的大男孩 主持人 是我所認識的最單純善良的人 在2020年6至7月間失聯 後來得知被判刑5年 去年12月下旬 在中共的監獄裡被活活毆打到沒命 網上現在傳他是白紙革命抗議者 其實不是 他之前是四川人民廣播電臺的主持人 2020年6至7月間失聯 同學們後來才知道他因為練法輪功被抓 後來的消息是判了5年 監獄方面給出的理由 是說他假抗 但我們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 他身體很健康 他母親目前正在試圖討藥說法 但我們都知道這沒有任何作用 被捕原因是修煉法輪功 他家裡有人練 雖然我不信法輪功 但這絕不是中共可以殺害他的理由 《豆瓣俄組日報》發出視頻顯示 龐勳身上遍布被電擊 捆綁 毆打的瘀青 知情人說 龐勳肯定是挨打了 因為這之前 會見的時候就看到他渾身是傷 阿波羅網報導 推特網友對此非常憤怒 很多人表示不知道迫害這麼嚴重 有人說 真不敢相信 這幾年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 中共絲毫沒有放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最近好像也有很多當年迫害法輪功的高層落馬了嗎?為什麼還不助手? 一群不食食物的櫃子手 你們的貨不遠了 又一筆血債寄入中共邪惡的實路上 還有人說 其實這樣的事很多 只是這個人你認識 而且你推特有大量粉絲 我身邊有人也因為練法輪功被迫害到沒命 但是沒有一點水花 家人甚至不敢去要屍體 也有人說 我也不信法輪功 但在看守所裡遇到的每一個法輪功學員都非常友善 和大家相處都很好 每天打坐 學歷普遍高於其他類型在押人員 最低的都是本科 好幾個都是研究生 還有博士 很多有人嘆息 多麼陽光帥氣 相由心生 這純真的面容在中國真的太稀有了 龐巡畢業於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 知情人告訴大紀元說 他非常純 陽光開朗 他是我見過最善良可愛的人 對朋友講義氣 很孩子氣 家屬當然要討說法 找了律師 堅決不同意火化 要求法醫檢查 大紀元記者致電樂山監獄 但是電話無法接通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核心原則的身心修煉功法 因其去病健身效果顯著 90年代在中國廣為流傳 中共官方估計 截至1999年 有7000萬至1億人在修煉法輪功 1999年7月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因妒忌法輪功修煉人數超過共產黨員 在全國發起消除法輪功的迫害運動 此後法輪功學員面臨警察的騷擾 拘留 酷刑 和活摘器官等迫害 據法輪功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2023年1月份獲知 有15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共迫害中含冤離世 2022年 有172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至失去生命 中共宣傳劇《狂飆警察》 全身外國名牌10萬元 網質疑遭刪 由中共宣傳教育局指導的刑偵掃黑犯罪劇《狂飆》 1月開播就不斷在微博引發話題 中國影帝張毅在劇中飾演專門掃黑除惡的警員 卻被眼尖的網友發現 該警員每一集的穿搭行頭都價值不菲 正在執勤的警員 卻穿著路易威登的襯衫 巴布瑞的大衣 全身服飾要價人民幣9萬6500元 中國演員譚卓更發文調侃 建議查查 《狂飆》播出後話題不斷 先前更傳出飾演毒販的演員韓普俊 本人過去是真的吸過毒 導致劇組急忙刪解相關片段 而近日又被網友酸說 明明在劇中飾演掃黑的遠景 怎麼會有錢買得起全身的精品?不是穿著台幣19萬的Ralph Lauren的外套 就是腳踩一雙8萬的Bluetid鞋子 譚卓更在網上指出 建議查查 開玩笑表示有貪污黑幕 但疑似因為設計敏感話題 目前發文已被刪除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稱霸夢碎 習近平栽倒氣窮門 共飛行物連被擊落 舒默稱 撒謊被抓 幾個月前才知瘋狂計畫 中國失信被執行人逾800萬 引起輿論關注 阿波羅網報導 這國總統人民日報發文 不小心吐露實情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您的贊助和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